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这课咱们做了一个smart的一个实例 对不对 做了一些处理化 但是有些细节需要处理 这些课我们就专门处理一些细节的问题 好吧 比如说上这课我们已经将定届符 是不是已经改变了 在这里边看一下 我们将定届符左右改成这个了 对不对 我们在使用程序的时候 在模板里边 我们是不是已经也将定届符给这边了 对吧 我们访问一下是没问题的 和Cost Test P P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有一个是有问题的 什么呢 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 加空格 记不记得自己写的是 只能去有空格了 对不对 那这个 把这个去掉 你看 如果有空格 对不对 有空格会不会有问题呢 我们刷新一下 看一下 空格的什么没显示出来 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显示出来 因为smart2是可以的 smart3不行 因为在smart3里面设置了一个属性 我们找到它 这个smart3里面对不对 对 有一个做出来的叫做Auto 对 就这个属性 你看默认值它是什么 处 处的话 就自动分格符 里面不允许有什么空白 对不对 分格符用空白是不行的 如果把它变成假就可以了 记下这个属性 看一下 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程序里面设置 smart3里面的分格符等于假 这个就可以让什么定界符号 定界符号使用什么空格 那为什么这个要让它使 默认它不允许使用空格 因为咱们在做成绩的时候 你看这样子写呆红的话 这里面写成绩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有一些空格 所以它自动会忽略这些 这些就不解析了 明白这意思吗 不然的话这些就出错了 OK 所以咱们改成符号的话 那你就可以允许它使用空格了 所以我们在这的话 把这个 当然我们最好放在上面 为好 这是第一个咱们要解决的细节问题 第二个看一下 我如果在模板里边 我想使用一个图片 比如说我找一些图片收藏 随便找一个图片 比如说这里边 我找11.jpg 比如说 试图里边 你看 改名 程序 写x.jpg 刚才这个了吧 对不对 那你看 我在当前模板找 好多人会这么写程序 imgsrc等于 当前模板下的 程序.jpg 对吧 这对不对呢 能不能找到呢 如果你不了解smart的话 刚开始写的话 肯定认为这是对的 对不对 但是程序这样是找不到的 为什么找不到呢 我们先看一下 是不是找不到 看到了吗 嗯 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 那为什么找不到 原因在哪呢 因为 这个目录下的模板文件 是被这个文件 怎么的 和这个模板文件 组合的文件 放到这里边的 嗯 看到了吗 嗯 那最终运行的是谁啊 运行的是这个文件 包含的这个组合文件 对 所以当前目录是相对于他的目录 P2P文件的目录 而不是模板 模板文件 就是一个类似于临时的中间的一个文件 对不对 得把模板文件取出来 用那P2P和默白眼睛生成的文件 真正我们访问的是太子点P2P 对吧 那 当前目录我就应该是太子点P2P对应的文件 对吧 对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有了 所以说 在模板里边找什么 找图片 找CSS 找JS 这样的路径的话 都是要相对于P2P的文件 因为他有P2P程序 有逻辑 有RTM程序 有美工 对不对 咱们访问的是逻辑 加载的美工 对不对 所以位置一定要相对于P2P文件 而不是模板文件 明白 对吧 嗯 咱们在写模板文件的时候 经常会这么近 你看 所有的模板文件都包含Public 比如公有里边 里边会有一些公有的部分 比如说 HAD DR.TP 头部的文件 还有 看下 FOTR.TP 尾部文件 对不对 这里边我们随便 先警告 $TN TRE TITLE 放到这里边 DR 然后 这里边我们也警告 $TN TRE TITLE 然后FOTR 你看 我就随便在里边放点东西 对不对 嗯 然后我在这里边 这个文件里边想包含这两个文件 当然包含的语法后边会介绍 很简单 咱们这就说一下对不对 那我是怎么找呢 $TITLE.TP 一个 其中 包含的时候 所有找模板的目录都要相对于这个目录去找 他只能够去找 也就默认的模板路就都是以这个开头了 嗯 听懂吧 所以呢 你看我们TES的找目录 是不是找到这个下面的模板 DISPLAY这块 是不是找这个下面的 对 对吧 那边一代是找这个下面的对不对 那我们包含的话 他默认也是到这个下面的 所以找帕布雷克的时候 我们注意 这里边要include 什么呢 帕布雷克下边的 那上头目录是谁啊 是不是V6EWS 对不对 对 不是因为他和他在同一起目录 而是因为所有的目录都是怎么样 都有 只要找模板都以这个目录下开始找 你指定了 那么 对吧 帕布雷克下边的FOTR点TPR 对吧 那我们这会儿再来一个 明克录的 明克录的 帕布雷克下边 FOTR点TPR 这回我们就可以了 看 上面这是一个代摩 下边也是代摩 老后这 对吧 来 就是我们要解决的这两个问题 对不对 那现在咱们还要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现在 我这块 你看 我这个模板 我访问这个文件 我这个PRP加载这个模板 对不对 那假如说我现在再有一个PRP程序 比如说 index.PRP程序 或者我有一个admin.PRP程序 对 是吧 index.PRP程序 那每一个程序里边 我想用smart的话 咱师傅刚才在泰斯在这里边 触发这么多 我师傅都需要 写这么多代码呢 在index里边 师傅我也得写这么多代码 对吧 在index里边 我师傅也得写这么多代码 对吧 那你修改起来的话 添加个东西是不是三个多的添加 修改都是修改 对吧 咱不这么解 单独提出来一个文件 叫做 叫什么名字 iit.inc.pt 初始化 或者smart初始化点 等等都可以 对不对 随便命名的一个文件 然后把公用的部分提到一个文件里 这才是正确的写法 对吧 当然如果已经框架的话 框架的时候结合模板 这些都是给你处理好的 对不对 如果自己写的话 要想到这一点代码会有同步 对吧 改成唯一的 那这个代码里边 我只写什么 是不是这些初始化的文件 对不对 然后 我在test.pp里边 这些地方就都不用了 对吧 只需要一个 你看代码还简洁对不对 包含iit.inc.pt 是不是就可以了 嗯 然后不光是在这个文件 你看 所有的文件里边 是不是都可以写这个 所有的文件都包含这一个文件 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 对吧 我在这个文件里边 比如在分配个标题 你看 还是 这话 SMRTV SmartA 顶边ASI金 分配什么呢 分配一个VR 面料 是 一行一 一行三号吧 对吧 然后显示的模板 你看 SMRTV 显示的是 低丝 不类 显的是 Index 下边的 TPR 什么下边的呢 比如说 Home下边的 HOME HOME 这块只能是Home 那我们就应该把这Home写到哪去 是不是在视图下边 应该建议一个Home公路 对吧 下面再有一个什么 Index 应该死点 TPR 是不是这样 来 这里边 比如说一行A 换行 我们再 倒入VR 这不就可以了 随便写一个文件 你看 我在访问这里边谁啊 Index 加PRP 你看 是不是就显示了 那同样 我们在Admin这块 你看 那Admin这块 我们想分一下目录怎么办呢 怎么就分目录了 比如说你前台代码 后台代码写在一起是不好看的 对 那我可不可以建议一个文件夹 Admin 我 我把这个Admin这个写在这个下面 可不可以啊 那这个下面我现在 你看 我想包含是当前目录下这个文件吗 不是 什么 上一期目录下这个文件的 上一期目录下这个文件 然后呢 Smarting 里边的 什么ASI金分配变量 比如说还是VR 对吧 这块是一上圈里 然后 Smarting 这里边 ASI金 The new display 分域变量就行 这块是 模板里边Admin目录下的 比如说有个叫做 Index.TPR 或者也叫做Admin TPR 看到了吗 他找的是这个模板目录下的 也就是 这个目录下有一个 对不对 那他视图下面是别的有一个什么 对 对 Admin目录下的 对 Admin TPR 来我们打开 这里边我们随便写上 一行警号 放个行 然后 到了火灰 是不是可以了 现在你看一下 我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我现在把Admin 下边到Admin 点PRP 对不对 如果能成功的话 如果能成功的话 你没觉得项目结构就很清晰了 对 前台写在当前幕录下 那这幕录我们是不用的展示 对不对 你看这图片我们 就把它去掉吧 你看 当前程序写在Index的 太子能是测试 当现在假如说 我也不要了 对吧 你看现在成功结构 这是左后的放在这里边 前台的页面放在当前页面 后台的所有的PRP成功放在这 对吧 然后呢 所有的仕途 前台的放在后幕下边 公众的放在这个下边 后台的放在这个下边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结果很惊喜了 对 但是现在我们访问前台 没问题 那我现在访问后台能过来吗 对吧 Admin下边的 Admin.PRP 是不错 告诉我们包含这个失败 这个都失败了 又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都失败对不对 那smart又没发现对不对 为什么这样 你想想 怎么呢 因为这个文件 里边的这些内容 对吧 相不相当于在Admin下边的 对 是不是相当于在这块 那这块呢 这个是不是当前我 嗯 从这个部分下 找这个Libras 当前的文件 有Libras吗 当前的文件有这个吗 有这个吗 都没有 对不对 既然都没有这些文件 我怎么能找到呢 那说我在这都改 对吧 另一种办法 有好的 你知道 有几种 笨招 总之想解决 很容易 怎么了呢 他在后台里边 又把Libras 拷贝到这里边一份 是不是当前有了 可以 把这两个文件 又拷贝到这里一份 是不是有了 对不对 但这样的话 同样的程序 有两个字 是不是比较麻烦呢 那有人 有更好的招 什么呢 把出手办法 念过这一份 再放在这里一份 在这个里边 怎么呢 对 把路径改成上一级的 上一级的 上一级的 行不行 也是解决的办法 比刚才的更好一些 对不对 但是配置人间 是不是有两份 还不行 那最好的解决办法 对吧 不按相对路径去找 对 按绝对路径去找 因为你按绝对路径去找 不关在哪层 他从都是从根根开始找 比如说 不关你目入在哪一层 都找西盘下 问不下 三答不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最绝对路径 是最好解决这样 目入冲突的这样的办法 所以我们就需要 在处理化文件 别的文件 在不用改的情况下 看处理化文件 我只需要把什么 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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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root 一个根路径 这根路径是什么呢 就是 你看我现在直接写上 C盘下边的 C盘下边的 怎么 WAMP下边的 3W下边的 这个路径 对吧 所以我前面都加上什么 root R 这块我也加上 root R 你看所有把有路径的地方 都将它从根开始找 行不行 我们这回再来打开一下 出不出来了 出来了 出来了 那我再访问 您带死 您带死 点PAT 是不是一样出来 这样目入结构 是不是就好 对 这个细节就是大家 这种包含目入结构 用全体工具 对吧 但是这个咱们还可以出什么 怎么优化呢 比如说 这个路径 如果咱们有比如说像我把这个烤给你 对吧 妹子你不是在C盘下装的WAMP 你在D盘装的 是不是用还得改一下 能不能做成自动的 能不能做成自动的 可以 怎么做自动的 我们在下面输出一下 路径 看一下 管上 在这里边怎么自动的 这个文件 干个 bile bile 这个模式方法是写在哪个文件 它就是哪文件目录 跟什么 跟 访问的UR没关系 它是不是就写在 项目的这个目录下 那他就获取这个路径的文件名 加路径 我们比如index的 你看 是不是C盘文件3W 对 对吧 那你看我如果访问到 idmin目标下的 idmin.pp 是不是还是这个路径了 对路径是估计不变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 看这干嘛 只要他的 dr name 只要他的目录部分 你看我再上写一下 这就变成这个目录部分了 对不对 就好使了 但是这种斜线 在文道的这种斜线 和pins不对应 对不对 那咱还可以写一个 str下方线re prace 替换 将所有的 什么 这个斜盖 当然 转移一下 对不对 都换成这个鞋盖 在这里边 对吧 那最后咱们得加上 一个斜线的话 再连上一个斜线的话 这块再连上一个斜线 你看 你把错误了 替换 少了一个绰号 所以他们来看一下 你看是不是这个目录结构了 跟您一下边的形线是不是就对应了 嗯 所以在温道的意思 跨并在画上都可以了 所以我们一做这个就行了 这样一闪掉 这样的话 我们初始化的结构 是不是就都有了 对 看一下 前台的所有代码 你再有很多 你的主页面 列表页面 比如说 list.peerp 还有内容页面 对不对 比如说 content.peerp 前台的主页面 那里面 是不是都可以在这写 那后台的 比如说 用户管理 你还可以见目录 比如说 user 这里边是用户管理 对吧 然后这是 比如说 公告管理 对不对 都可以单独见目录去写了 都可以用到smarting 这种摸摆引擎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跟大家介绍的一些细节的东西 对吧 那下节课 再给大家介绍 咱学smarting 开始学习 都学哪些知识 对不对 怎么去学 那是我们下节课介绍的内容 这节课 就是对smarting 初始化的一些细节的介绍 那这些呢 才是重点 如果能把成语定成这样的结构 那下一步就是 我们学什么功能 你看一下这功能合适 你就在成语里边 用上这功能就可以了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节课 就就到这里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 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 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